Ayo聊事介意 聽聽融蟹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現地圖 那這張地圖非常特別 Kaiju就是這個冰雪之地 而且需要靠這個運輸槽 把這個村民載到這個荒野之地 所以這個Kaiju是相當隨機的 但是要趕快找到牧區 拍下城鎮中心才行 所以其實是有點靠運氣的 好 看到木頭了 要不要補這個地方呢 好 補這個地方 補木頭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西托這邊是也找到了牧區 但是他這裡並沒有拉一村 去蓋這個碼頭 因為他在岸邊的地方 並沒有看到這個河冰魚群 但是這張地圖看起來是沒有河冰魚群 所以我剛剛想說 為什麼你要補碼頭呢 這就很玄了喔 那我覺得西托這樣子三村蓋TC喔 比他兩村蓋應該是會更好一點的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文明特性喔 那文明特性呢 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 喬治亞的文明特性喔 是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厲害喔 雖然他沒有遊俠 但是有寶兵莫納斯帕 可以作為主力喔 或許也有大陸馬 也有槍兵 劍勇可以用 或許有火槍 但是沒有火炮 但是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用巨頭或大衝車 工程也是很方便 整體來說呢 喬治亞也可以打馬功喔 雖然他沒有拇指環 但是他有三級射 還有安協人戰術 還是稍微可以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兇仁的文明特性 兇仁的文明特性呢 是他的人口說一開始就是200 不需要蓋房子喔 非常舒服 那他的遊俠是正常有的 而且馬功到了地獄時代 有八折優惠 但是他的劍兵路線不太行 但通常兇人也不用得到 所以這場比賽 應該是馬功主宰的一個場合喔 那海戰部分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去努力爭取喔 但是如果能爭取海戰的優勢的話 這個火戰盤 火炮戰船喔 還可以沿岸打擊喔 控制個沿岸的黃金喔 所以我覺得是能打也能不打 那要什麼時候打 這也是一個蠻困難的地方喔 那前期的部分的話 一定是還是會趕快去按魚船捕魚的喔 所以呢 這邊前期一定要補個魚 待會經濟才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地圖的部分 地圖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 黃金是前面這一塊 後面的資源看起來還行 但是沒有趕快去撈魚喔 因為這邊還在吃野生動物 那待會這些野生動物吃嘛 就可以來這邊插個魔法去撈魚 撈魚的速度其實很快的喔 好 那這邊西托按了兩艘 三艘魚船 魚船按得很快 就要來看一下 兩邊是不是打直城喔 那我是覺得這種地圖喔 像是隨機開局的這種圖 野生資源又多 都是非常適合打直城戰術的喔 那直城戰術在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可能會打個23加2或24加2 比較極限的那一種 但是又有考慮碼頭的情況下 也可能是25加2也不一定 那不管怎麼說 這張地圖打直城優勢會比你打封建還要更好 那如果你打封建的話 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可以提早出火彈船去壓制對方的魚船 所以到底是直城好還是上風比較好 這有點見仁見智了喔 好那我們看到喬治亞 這邊是選擇了封建開喔 封建開局 那這邊是20隻村民就點下 那又存了一個 一些木頭補第二個碼頭過來 好這裡碼頭想要直接補在西托家的門口 哈哈 這個運輸船直接運過來 好這裡要再補一個碼頭 欸還是沒有要運碼頭 這裡難道是要打塔弓嗎 但不可能喔 這個一衝過來你打塔弓 壓制能力並不是那麼強的喔 好那西托這邊是打一個24加2 那可以看到這邊 旅船部分以及升到封建時代 待會戰船就要出來 那西托這邊一升到封建時代 先敲冰工廠還有四級 或是馬舊冰工廠 都是ok的 好這裡是補了射箭廠 但是還缺了一個建築物 為了按這個火戰船的關係 冰工廠拍不下去 好有點小小尷尬 好火戰船出來了 聽說還沒有開Sky 但是家裡已經為好 喬治亞這邊是打了一個 野馬舟的開局 這邊海戰看一下好了 好海戰這邊 魚船部分還有五艘 現在血量保存很不錯 但是火戰船有點危險 好對方的運輸船在前面吸一點傷害 好運輸船爆掉 但是現在魚船開始也扛不住了 好冰工廠蓋好 點下城堡時代 那這邊馬補了有點多啊 補了5匹馬 但是城堡時代 還是不知道能不能趕快點上去 因為這裡五隻馬打木牆其實很快喔 西托這邊 還沒有注意到左邊有動靜 他只知道自己的海戰已經全部被燒光了 沒有這個捕魚優勢了 看對手還有四個魚船 那海戰打完了就可以考慮去捕魚船 但這張地圖真的捕魚也不用捕那麼多 因為這個大魚喔可以看到其實很少 現在總數也不到2000 大概只有1000出頭而已 好這邊建築學直接把自己的弓箭手卡住 漂亮一隻弓箭手在裡面 還可以走出來 這裡有流動 我剛剛想說怎麼卡在裡面了 好西托好像還沒有注意到左邊有殺機 好西托這邊城堡時代點下二級伐木也補了 現在喬治亞請操而出 六隻肉馬 瘋狂輸出 點下了一級射 一級挖機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四級 西托現在 有點壓力喔 現在馬弓出來稍微長一下 但是射擊還沒有好 這場還不過有優勢 好這裡點下了一個 一級射 欸溜進來西托失誤 哇可惡 這一個失誤好不應該 我剛剛想說你會馬上補個什麼兵工場或是射箭場之類的 繼續擋 結果直接被溜進來 但是對手有點慫 欸 這個慫了就好 反正就沒事了 這個被溜進來 然後被溜到後面這裡一直鬧 其實會很難受 但是可能看到裡面已經沒有辦法騷擾到 所以決定要退出再繼續打 不然被光扁獸 這些兵可能會直接送掉喔 好西托現在沒有二級射 現在弱有點極限 這一波喬治亞 野馬舟跟野射箭場 給到了西托一個suprise 目前看起來 喬治亞並沒有搭配箭塔進攻 所以現在並沒有辦法很有效的騷擾 這一波鴨子 村民能點掉 OK漂亮 企圖抓到這隻村民很關鍵 好上面的肉馬 嘗試打破這裡的木牆 對手的弓箭手有點慌 其實現在有點難打了 現在對手的兵力組成喔 都是肉馬 轟兵這些東西 那自己要打得贏的話 工程器製造所是最佳優解喔 但是現在還沒有補下 因為自己補了雙層的農心 再農 他這邊是想要先穩住農田的肉量 不斷穿 再轉其他東西 看起來他也有可能會直接上 更多的馬弓 直接A就完事 也是有可能 但這一波西托絕對不管 我的馬弓出去了 遇出船要運一下喔 殘血不太敢運 畢竟人家的普戰船還活著喔 真的遇到的話就變船難了 OK 那現在西托正在往對手家裡前進 家裡馬弓再繼續按 好 殘忍中心稍微打一下 現在對手很慌 沒有辦法打到東西 現在馬弓機動優勢很好 準備留到喬治亞的家裡看看 但是喬治亞已經圍好了喔 哇這個牧場後面都圍了房子 要打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喔 好直接圍死不交流 好正面的部分馬弓再繼續嘗試反擊 喬治亞大會移上去 戰毛兵可能要先升級了 那西托家裡的工程機製造所 也準備要研發 也不是研發 製造好了 好現在有個奴炮嗎 還是只是上頭死車 好現在一台冰炮 馬弓現在在外面繞一下 看看這個情況要怎麼打進去呢 好這邊有點怕 這個圍的不太好 一開始應該是沒有看到這個木區喔 不然這個木區圍過來 再圍過來 這個石頭就沒事 好工兵大軍在右邊 剪下二級射 戰毛兵升級 現在馬弓數量慢慢穩定 西托雙TC慢慢農 村民宿已經開始 有點小小拉開 但不多 只領先了兩村左右 這邊還是要看漁場 所以其實是領先大概八村左右的村民宿 趕快補存的東西 好這裡奴炮打了很多傷害 這裡的奴 奴兵 跟戰毛兵的血量掉的有點多 戰毛兵升級好了 但是馬上拿走 西托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好正面的部分 再嘗試浮波進去 奴兵 再一次串燒 殘血 沒有辦法補回來 這個奴炮有點可惜 應該是能修得回來的 剛剛有點大意了 但沒有關係 再來一台 反正奴炮 價格也不貴 像駝石車 一百多塊 七十幾個木頭 跟黃金 就能搞定一台 這裡奴炮 B推的對手 目前馬公想要直接打破這個木 木道房子 那裡面的喬治亞的奴炮還沒有出來 這兩邊都是在秀操作 奴炮走出來 想要反制這一坨戰毛兵 哇哇哇這個好痛 血量剩下不到一半了 左邊的位置沒有再繼續產出更多的兵力了 只剩下少量的戰毛兵在騷擾 現在喬治亞開始要轉手為攻了 現階段來說 不太可能會有太多的大規模的打鬥 應該就是純騷擾 但這波西拖散了三台奴炮這邊 防守 擋得很好 又再次逼退了 這一坨戰毛兵 擁有中間海域的喬治亞人 就要開始考慮要不要去補漁王了 這裡漁王要趕快先灑下 可能經濟效率會再更好一點 但這邊灑漁王會有個問題 你已經失去了野外的主動權 灑漁王的話可能還會被打掉 所以就會有一些比較會玩這張地圖的玩家 會在中間補這個碼頭 你既然已經獲得了中間海戰的主動權 那就去補個碼頭在中間補漁會比較好 那他這邊細節控制也沒有很好 並沒有把西拖的碼頭給打掉 所以西拖其實是可以 直接拿火戰船去燒對方的魚船 那這邊細節的部分 對手有一些是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這邊西拖是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卻把追方的船給燒光了 那現在喬治亞家裡轉手圍攻 沒有再做更多的改變 反而是越開越多TC 開始轉農了 點下了一擊農田 那西拖這邊點下了單道學 看起來馬攻路線繼續走 沒有打算要轉騎士 好兩邊經濟慢慢拉起來 現在遊戲時間來到了30分鐘 這坨馬攻還在騷擾 但是一直吃到弩炮的傷害 好弩炮強要過來 打掉嗎 欸火戰船過來直接被射掉 漂亮 這兩個火戰船沒了 西拖出來意識到 欸我的碼頭還在 趕快按個火戰船 但是還沒有看到這裡魚船的位置 好左側子彈炮繼續壓制 現在看起來西拖優勢非常巨大 結果這個奴炮直接串爛 好這裡直接一刷 想要抓掉一台奴炮 但是奴炮抓掉自己損失了5匹馬攻 好這裡魚船回來放囉 所以這裡的火戰船抓了個正著 好這裡才會看到 哦原來你還有這麼多魚船啊 這裡可能會帶進去補火戰船嗎 目前看起來馬攻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喬治亞這裡馬攻應該也不會出了 因為人家有折扣上的優勢 那這邊喬治亞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多得靠弩炮 然後趕快轉型到帝王時代 搭配這個莫娜斯塔 或者是繼續打騎士路線 斯大弱馬 那對於馬攻來說 喬治亞是不太好打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把 兇人的優勢比喬治亞大很多 好這裡城堡蓋好 直接吃了城堡傷害 倒了3匹馬攻 左邊的部分 城鎮中心擋住 野馬被射死 這一波再抓個一村 這個馬攻直接控住了兩個城鎮中心 非常賺 喬治亞這邊最大的問題是 家裡沒有補射箭場去反制這些馬攻 是他這邊的打法最大問題 你既然要開這麼多城鎮中心 那你就該有一些守備軍去防守 才會比較OK一點 完全只靠弩炮的話 是非常被動的一件事情 所以武炮出來 稍微散開來 躲掉傷害 秀一下操作 武炮一發度沒打到 喬治亞並沒有點下彈道學 所以武炮打得很晚 後面補下了一個城堡 直接用城堡手撕城鎮中心 那目前位置的部分 喬治亞就是在農 開出更多城鎮中心 就是在農 西柱這邊其實也是農得蠻好的 3TC繼續農 而且已經可以下鎮推車 還有品種 甚至城堡已經補下了 在野外補了一個馬就跟工程師製造所 居然並不是想要打戰毛兵防守 而是要出騎士砍了嗎 但莫娜斯塔打馬攻 是一個非常難打的單位 血量上來說也不是那麼的多 西柱這邊已經順利的把海域拿回來了 這波馬攻衝過來 夾擊 莫娜斯塔 血量掉得很快 70滴血 你怎麼打 這個莫娜斯塔的血量比一半的騎士 血量少30滴呢 所以說 西柱這邊的馬攻優勢 真的非常巨大 真的非常巨大 好 喬治亞這邊不管 還是想要莫娜斯塔 自從改版之後 莫娜斯塔這一刀砍得有點重 血量減了10滴血 變70滴血 好像以前這麼可怕的感覺了 好 這個城市中心放棄 還是在後面 繼續嘗試突破這邊的防線 這裡是按了一台衝車 想要撞掉嗎 我怎麼覺得 喬治亞現在有點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的感覺 他有點慌 好 但是這邊莫娜斯塔 成功溜到了後面 但是西柱早有準備 已經收村了 反應非常快 一直有在看小地圖 這裡 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把攻拉過來防守 這裡村民看到 莫娜斯塔衝過來收村 好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這裡戳一下 抓了幾村 一二三 三村 左右 應該是四村 這邊是幾殺事 那第五村拿下 拿攻 嘗試解除 左邊的城市中心 城堡 這根扛住了 那現在 喬治亞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 農田太少 現在要升帝王 不太可能 而且海戰的部分 海已經丟失掉了 所以要往外擴張的話 可能只能往右擴張 或往左擴張 往左的話 城堡現在已經壓制住這裡的擴張路線 右邊的話 則是有西柱的萬里強城 所以不管怎麼看 現在喬治亞要擴張經濟 是一件很難可行的道路 這邊可能要趕快多補一些農田才行 好 再補了 再補了 所以農田趕快補 好西柱點下帝王時代 這有可能會是帝王勸退嗎 喬治亞這一波的村民 數量雖然沒有落後很多 但是農田已經落後太多了 西柱的村民數來到了135村 好 這裡打出了槍兵升級 西柱看到你的槍兵 你的莫娜斯帕這麼多 結果莫娜斯帕這一波走進來 直接臉上硬撞嗎 不太對喔西柱 這一波莫娜斯帕有點自爆船 哇 這個一炸炸掉了大量血量 哇 自爆船 就是這一刻啊 打得漂亮 這個炸下去整個人都好了 OK 帝王時代還有40秒 現在喬治亞人 全力踩莫娜斯帕 這就意味著 要升帝王時代更困難了 而且現在西柱有控海拳 沿岸打擊也可以靠武炮戰船 機動性相當的好 但是左邊這裡還是可以溜過來喔 這個並不能為死欸 這個還是被溜過來了 所以這個萬里長城 我覺得重點是要放一個自爆船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繼續的打法 好 但是這邊帝王勸退 西柱升到帝王時代 對手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西柱拿下比賽勝利 西柱這個扛線能力很好 抗壓能力很好 雖然這邊有個漏洞讓對方溜進來了 但是對方看到這個建築學馬上又也回頭了 沒有繼續打 這個承承中心反而讓他成為守城的一個重點 要是沒有這個承承中心 這一坨前面的肉馬 配弓兵毛兵進來 可能就大難零頭了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